不是 贴花什么的 都留了 变形金刚啊 它有一些什么养生的那种急报的 对 是吧 红绿的 我们又约下来看 我觉得你从小就是一个特别有生活体系的人 很奇怪 是吗 就比较乖 就是他出门的 他就老在家里边看出看报 就是你其他的东西好像是很少出门 就比方说院里边小朋友女孩多 老在门口叫 叫明哥哥出来 叫明哥哥出来 就出来玩一会儿 老叫的出来玩一会儿 一会儿出去呢 出去一会儿玩一会儿一会儿就赶紧回 看当时你们院里面就有很多人把你视为偶像 那边还不知道什么偶像或偶像 你看他俩人 你看 他俩人老这样 像不像 很像了吧 像很像 像的 真像 那还有都大山的人特别像 爷爷特别有副像 我觉得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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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阿姨也是特别有副像 都有副像 谢谢 小明星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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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就说你都给我了 你都给 还这样问 你想想他给了多少钱 然后他也说过年了 你想想他 他心肠是什么样的人 他说只要张熟问他要 他肯定会给 他不会不给的 那就是多大人 十岁 我说这个事的时候 他已经上大学了 对 他小时候 每回来要饭的时候 他都赶紧跑回家 妈妈来要饭的吗 你赶紧给我钱 他都这样 他觉得他心里面好 他心里面好 他爱人会拒绝别人的 从小他就有爱心 从小他就非常非常喜欢 就帮助别人 可喜欢吗 像唱歌方面的天赋 是妈妈教的 爸爸 我们的鼓叔叔唱歌都好 爷爷唱戏也好 爷爷还有 爷爷是唱 唱那个亲衣的 唱亲衣的 可喜欢唱 跳游 绝对的进去跳游 可喜欢唱戏了 小叔有没有特别崇拜的 那个偶像 谁 他 肯定有 他自己说吧 更新养新啊 小时候 有没有特别崇拜的偶像 他喜欢唱这些歌小时候 那一块是 异正销 弹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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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没说你 你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还没说是吧 不能是小时候的偶像 差不多大 差不多 你三宇轩过来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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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见到随风说 哎呀好小时候 是听着你的时候长大 你怎么会这样 啊 弹正销 弹正销 那个 然后这个电话 就对象要放下去 我们就这样 好 这个话 好 好 我看那个 那个 怎么走了